那如果这些小工具都没问题的老师 请你把你的MyViewBoard打开 然后顺便登录 那登录记得哦 要点那个Google登录哦 点那个小Google去登录 好 切换一下画面哈 我先告诉老师 我们怎么去练功 因为上次你们已经学过基础的部分哈 好 把画面切过来哈 好 上次那个青红老师已经教过各位基础的部分 所以基础的操作我想各位应该有一点 已经有一点那个熟悉了哈 所以上次的基础的东西应该是这边都会有 这边都会有讲到 那接下来哈 我跟各位说我们如果说 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用 然后想要去练功哈 好 那我会建议你直接在他的那个档案开启这边 好 然后这边有个开启档案哈 然后这里 这一个按钮是网路上他们做好的范本 好 所以你去看人家做好的很棒的范本 然后去看看他的内容 就猜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功能大概要怎么做 然后有哪些不同的变化 好 所以在这个开启档案的地方 好 所以我们点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 会有他帮你做好简单的分类了 好 比如说节日你点进来看 呃 我们找一个万圣节好了 好 他用万圣节来教角度哈 好 把他点两下 然后他就会在网路上把他下载 下载回来他会放到你的桌面 然后自动会帮你打开 好 那这个范本里 我们就会去看说 哎 他这个范本里面大概是怎么操作的 然后就会去想说 哎 他这个功能怎样可以做得到 好 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 自己的加深实力的练习 好 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好 这是封面了 好 所以第二页 他迁入了一个影片 好 所以 所以你就知道MyViewBoard可以迁入影片嘛 迁入YouTube 迁入网页都可以 好 那所以他用这个来引起动机 好 再来呢 他画图 然后借着这个僵尸的那个手伸出来 弯曲的角度 他有这个动画跑出来 那这个动画呢 是他们自己美工做的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做到这么美 这个先跟各位讲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这边空白 对不对 空白呢 就是希望你上课的时候 去跟学生互动操作 所以学生可能就叫学生上来写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可能30度吧 在上面写 那写完互动完之后呢 在下一页 然后这也是 也是跟学生互动的部分 一样有这些动画 然后这个就是连连看 这是连连看 所以你大概猜一下它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你去看了很多范本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MineView for这个软体 比较适合拿来做哪一类的东西 那所以你在教你的教材的时候 然后如果有需要这一类的功能 就会 就可以使用它的类似的方式 那它像这一个是 这个是切换到那个播放模式 这是可以动的 它可以转角度 然后跟学生问说这个是锐角还是直角 等等等 所以操作你可以去想象一下怎么操作 这样就结束了 好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那个 搞个两三个范例稍微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 新的功能 可能你不知道怎么做 那我们就会想要再去研究这样 所以重点是 看看人家怎么做 怎么引导 然后那个功能是怎么做出来的 你要去想 那如果你想的出来 可以破解的出来 那你的实力就会一直增加